欢迎大家收看单车奇遇 郑国在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么样的议题 这个议题是从无中生有 生出来的一台自行车 一台脚踏车 当然这跟发明有关系了 我们今天就请到他的发明人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彭莱实验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欢迎黄总经理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OK 总经理是人体工学伸缩自行车的发明人 总经理我首先来谈到我们今天的议题了 就从你的孩子来谈了 你这个孩子大概已经几岁了 现在五六岁了 五六岁了 学伸缩自行车 对伸缩自行车 我们上次也介绍过一款伸缩自行车 不过今天的伸缩自行车 到底跟我们上次介绍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可以仔细地来看一看 王总我经常针对你这些发明人 我都会想说 都会有个问题想问 当初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去想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发明这样的车 我早期是做贸易的 也不是做小大车的 那有一次六七年前到日本去 我跟客户要进电梯 刚好有一个小姐 拿了一部折叠车 那折叠车它很难折 它就拿直的 我就帮它扶正 帮它扶一下 然后结束了以后 我们跟日本客户讨论 他说我们房子小 车子小地方小 你看能不能开发那个 可以把柴机缩小的 很方便的自行车 不要再乱想乱开发其他的东西 他说这个是很好 是十一柱形的行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说很多发明就在那 有时候就在那一瞬间 对 大家一看到 或许因为这个小姐很漂亮 吸引了你 小姐是不怎么样 车子都很漂亮 但是功能性比较差一点 你怎么这样讲 那个小姐会很生气 我这么刚刚开玩笑的讲 小姐很漂亮吸引到黄总了 然后看到他推一个自行车 折叠自行车 很不方便进电梯 这心中就怜香惜玉了 就想帮忙他了 所以说在这边 其实在日本 这个日本的 住的空间真的是非常小 对 他们这些设计 包含从电梯 这些都很不方便 那小姐推的也是一个折叠车 是啊 折叠车 那时候日本 你只有 那时候只有折叠车 即便是折叠车 其实在小姐来讲 他们操作折叠车 他可能对她来讲 她就嫌麻烦 很不方便 会有些麻烦 早期的折叠器更不好 所以说这个日本的客户 就告诉你 你可以帮我找一种 可以缩小采集方便 可以缩小采集方便 放在屋里 所以就有这样的想法 对 正在几年前 差不多六七年前 六七年前 所以说六七年前 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你就开始要想了 你觉得这市场上 有这样的需求吗 是有需求 好 是有这个需求 所以想想想 就从哪左手起 就大概有一次机会 我就先画草图 到三重去车了一个样品 先车了一个样品 然后再去焊接车架 就做了一个样品 就做了一个样品 所以其实你的思考的方式 是从伸缩自行车来想 来想 而且就从两根管子出发 对对对 刚开始是很简单 一个两只管子就可以解决 对对对 那个想法很简单 大家有没看过原型车呢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看 王总的原型车 真的是从两根管子出发了 这是当初的原型车 对 听说现在人家出再高的价钱 都不卖 对对 好 我们看当初的那个想法 很直接嘛 是很直接 两根管子 让它伸缩 避开座管 对 座管要在中间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先有这样的概念 先有这个问题 你就拿两根管子 去叫人家 帮你做这个车架 做滑台 人家也没说 这也许这冲伤 不会问 我们也不知道 以后会发展到什么阶段 所以这样的热情 就开始走出第一步了 对 这样还要很大的勇气 那时候 强制做做看 你看你以前做贸易 对 贸易的方向 像你是做体育用品跟杂货 杂货 对 跟自行车完全没有相关 没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勇气 这个原型车 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看看会不会特别有感想 这个 还是不敢想 真的是不好想 不好想 原型车反而就是一个 初具的一个规模 对 其实它真正要做到量产的话 其实这一段 这一路走下还很长 还很长的路 原型车你就研究多久 原型车差不多半年 因为刚刚开始 两只管子跟滑台做好 要去找车厂 叫他们帮我焊接车架 没有人要帮我焊接 我们从台中线找到彰化 找到南投主车厂 没有人要帮我焊接 他说两只管子伸缩以后 一定会摇晃 那个不可能做出来伸缩车 所以没有人理我们 所以前后拖了半年 才把原型车做好 花了半年 最主要是大家觉得 你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实际上要执行的话 他们觉得不可能 每个人都觉得不可能 到底会不会变成可能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当这个原型车出来了 要准备做第一代了 对 第一代还是继续怀抱的勇气 第一代砸了多少钱下去 差不多将近三百万 两百 三百万 大家看有幸看到第一代 已经模子开好了 都量产了 第一代就看起来真的是 可以上市咯 对 第一代我们叫三段式的时候 是是是三段的 三段哪三段 中间一段 头尾两段 但是头尾不能动 只要中间那一段可以伸缩 中间那一段可以伸缩 所以这代有量产吗 有啊 我量产两百多台 只有150台可以拉 所以卖150台到日本 等一下两百多台量产 只有150台可以顺利操作 对 操作 那你还卖到日本去 卖到日本去 你还真的卖到日本去 到日本去 他们使用状况呢 我没有讲实话 没有 它说功能性很好 但是骑起来会摇 所以我们就会继续改 改到它很快 它要再短时间也把它卖完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伸缩车是可行 因为有这个市场 所以后来使我们有这个 勇气继续在研发下去 所以那时候两百台 其实在日本卖光光的 卖150台 它两个月就卖完了 虽然说我们讲说品质还没能够掌握 不是每个人摇 这个我不在笑 因为体重重的它才会摇 或是下坡台 不是走频路 或是 但是你不能这样讲 对 生产的人都要那个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那时候其实 我们虽然品质上面 我们自己大概知道 我们知道 有哪里有缺点 但是 给你鼓励150台 就表示市场上 对伸缩车是有需求 是有需求 对 好 这个需求又害了你 害我们继续 改良下去 好 这个第一代看完了 对 好 我们要再看第二代 第二代 马上到第二代看看 第二代你又做什么改良了 第二代我们就是说 外层用铝合金包起来 里面还是两支钢管做轨道 让它滑动 所以我们叫铝合金外壳轨道式的伸缩车 轨道式伸缩车 对 所以外头为什么用这个外壳呢 因为我们是 它第一代会摇晃嘛 所以我们想说用铝合金的外壳把它包起来 让它不要摇嘛 这想法就很简单 本来是那个三段式的 三段式的 现在就把这边包 直接把它连接在一起了 对对对 它就比较不会摇了 但是我看到里面还是 实际还是摇 你的两根管子的原创还是在里面 还是在里面对 还是在这里面 所以这做出来它还是会摇 还是摇 好 还是会摇 更糟糕 赔更多 赔更多 你都不会害羞 我都不好意思这样问 没有关系了 我们就看后面它到底会变得很可能 当初听说做这个还有很多心酸 是 当初一次做就是要一两百台来做 人家才会脱 对 才能量产 所以外壳就很重要了 是 听说这个折损力很高 是 大概不良力有多 不良力百分之七八十 在你自己这边就淘汰掉了 没有我们做出来以后不行就 就不行了 所以那又开始赔钱 是 那个里合金买来算公斤的 阿爸会就 就没了 就用倩的 不值钱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看很简单的外壳 其实这样子要做 其实你要搭车架 搭整个车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情形 这是很重要的